我是小罗,今天只好常着给大家分享这个免费的SSR科学上网的方法,啊,这边是小罗的频道,啊,感谢大家对小罗的支持,啊,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小罗的视频,不妨给小罗点点关注啊,支持小罗一波,当然了啊,也是对小罗最大的鼓励了,啊,昨天,啊,没有给大家做更新啊,昨天在做一个,啊, 电报代理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分享啊,如果说大家需要这个,呃,电报的代理,啊,就是免费的代理可以去我的那个电报群里面去,啊,加进我的电报群里面去获取啊,这个都是免费的一些电报的代理,当然了,这些电报代理有我自己搭建的,也有就是说从网络上获取来的,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,啊,昨天在那个电报群里面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啊,然后就坚持了一晚上啊,第二天, 就挂掉了,我不知道是被人攻击了,还是怎么回事,反正已经掉线了,不过已经做了六个啊,就说免费电报代理的一个更新,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,可以去我的电报群啊,如果说大家找不到电报群的链接的话,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找吧,如果视频下方你都找不到的话,可以去我的,点击我的头像,去我的视频主页啊,这边有一个右上角,有一个电报啊,大家可以去找一下,啊,小罗这边坚持在给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免费的SSR飞机场啊,今天的话也是,还是照常给大家做一个分享,啊,这个机场的话,从目前来为止的话,应该是一个新的机场啊,我去看了一下,应该是一个新的机场,他目前为止的话,注册是无锈相验证,那注册进来有15Gb的流量,然后这边VIP等级大家不用去管啊,不用去管,因为他这里边有免费的节点,有免费的节点啊,当然了,你这个VIP3是体验一天的时间,啊,如果说大家感觉这个速度可以的话,可以去支持一下这个机场主啊,支持一下他啊, 毕竟机场主也是不容易嘛,对吧,然后的话,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啊,在线设备速度,然后端口速率是不限制,他这边也是提供了很多工具的下载啊,大家可以看到拎拎啊,这边还有路由的啊,拎拎,路由啊,以及安卓,iOS,Mac,还有Windows,以及Game啊,Game游戏机啊,游戏机啊,游戏机啊,它的节点列表的话,目前为止好像有5个啊,1234啊,这个掉线了啊, 目前只有4个,不过的话,这个机场是新开的机场,呃,而且还支持奈飞啊,可以直接奈飞的啊,这边中级中级啊,这边中级中级,这个是可以支持奈飞啊,目前为止用的人挺少的啊,用的人挺少的,大家可以看到,因为它是一个新开的机场,一个新开的机场,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一下这个机场,那小罗这边也是会关注的,呃,毕竟这个新开的机场,我们看一下它可不可以让我们值得去购买啊, 至于这种免费的机场速度来说的话,小罗这边就不去测速速了啊,因为免费的机场速度没什么好测的啊,大概也最多也就2k对吧,想要达到4k8k,呃,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免费机场能做到的啊,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邀请有什么反例啊,邀请的话,我会获得两个GB的流量,你会获得0元出资奖金啊,20%的返用啊, 这个我还有,呃,邀请更速是10啊,这个的话到时候我直接用它这个官方的啊,用官方连接啊,用官方连接,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注册,呃,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套餐情况啊,我们看一下套餐啊,套餐情况挺不错的,5块钱啊,80个GB,30天,但是等级是一级啊,一级的节点, 我们对应看一下一级节点,呃,便是便宜了,但是它这个节点就只有4个,而且4个里面香港的这个还掉线了,所以说,嗯,怎么说呢,啊,我们后期再看它的一个情况啊,目前为止的话,我觉得划不来,这个机场啊,划不来,呃,其他的话,嗯,没什么要介绍的,这个机场目前一个新开的机场没什么特色,大概也就是那些,呃,好了,我们返回来, 返回我的频道,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小楼的视频,不妨给小楼点点关注,点点订阅,如果啊,你是,呃,怎么说呢,想要支持一下小楼,可以进小楼的电报群啊,获取持续的关注啊,目前为止也是有一个电报机器人在工作了,好了,这一期视频大概也就这样,我们下期视频里面